大家好,欢迎来到老蔡的田园 我相信很多朋友家里都买有枸杞果 因为枸杞果是我们养生最好的食材之一 今天老蔡就来跟你分享 如何用家里的枸杞果育成枸杞树 这种出来的枸杞树 跟我之前有个视频介绍的枸杞树是不同的 这一大牌的枸杞树是叶用枸杞 主要是长叶子的 而我今天介绍的这个品种 种出来的枸杞是长果子的 有一些朋友在留言区里跟我说 他试过用种子种枸杞 发芽了,但慢慢就死了 不知为什么 其实要种出枸杞树 必须要掌握几个关键点 今天我就把成功的经验告诉大家 枸杞果我们一般在海味店或者中药店都可以买到的 我买的就是这个宁蟹枸杞 首先我选几个大的枸杞果 用水泡几个小时后把里面的种子取出来 再播种到花盆土里 你也可以先用一些干土跟种子混合好 这样播下去就比较均匀一点 接着就铺上一层薄薄的土 最后浇水 这个过程很简单 但是是否成功呢 关键是在后面的管理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种下芋座后出芽了 再过三天 又是不同的样子 叶子张开了很多 有些长得过密的 我就开始建苗了 除了它自然淘汰后 我还用人工的方法把一些长得不好的压下去 这样就会把营养集中到留下的枸杞苗中去了 接着要来到另一个关键点 就是培土 刚才你都看到了 包括那些长得比较快的 比较高的都触倒了 长不起来 就是因为它的筋还是很弱 经不起压力就弯倒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土 防止再次倒伏 扶持它生长 在这个阶段 我们一定要小心翼翼的 就好像呵护一个小婴儿那样 轻轻地把盆土交到它们的周边 接完后 再用牙签把土铺平 最后就是这样的 不会露出长长的白金 这么小的幼苗 浇水也是很讲究的 首先平时不要浇水过多 因为枸杞是很怕烙的 幼苗期它们需要的水分很少 过多就会直飙高 不够壮而出现触倒病 还有即使需要浇水 也一定要小心 不能用喷壶大力地喷射 不然一喷 又会马上被射倒 我只能轻轻地喷一点点 或滴下一些水株 又过了两周 也就是种下的第25天左右 看看 我遇的枸杞苗在我的植物小屋里 长得挺快的 已经长出四五片叶子了 看上去比之前强做了很多 但是能生长得这么好 光照不能少 每天我要保证它在我的植物东西 最少要照六个小时 如果你没有植物灯照 在室内也一定要尽量地晒太阳 当然在春天播种育苗 应该会比较容易些 温度要保持在20到25 40度之间 差不多一个月 也就是这么高的时候 我就开始失点肥 因为它们还很小 所以只能失很淡的肥 我自己制作了一些有机叶肥 稀释一点水 然后用这个工具 把叶肥湿到它们的根部 千万要记住的是 要薄肥禽湿 不能太多的 在肥苗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芽虫 看看这棵 就是有芽虫爬在上面 如果你开始发现 它们的叶子有点卷起来 就是害虫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开始 杀害虫 我是自己做了瓶 很淡的有机杀虫剂来喷洒 但是因为它们太焦小了 所以也不敢喷洒很多 不过害虫呢 还是没有彻底消灭 当初我不敢用太多的杀虫剂喷洒 是因为它们还是幽苗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还是人工捕捉 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我先用芽签在杀虫剂里弄湿 我的杀虫剂是用油加洗洁精 配水制作而成的 然后呢 用这个湿的芽签去沾下芽虫 看到这些芽虫了吗 我就把它沾下来 然后用纸巾抹干净就可以了 我基本上每隔两三天就来观察一下 发现芽虫马上捕捉 要灌了一段时间 等它们长到三四厘米高的时候 我就开始适当的把过密的枸杞苗移植了 移植之前一定要先浇点水 把移植的盆土呢准备好 移植的时候最好用两个小汤匙 一起把移植的小苗挖起来 直接种到另一个盆中 这个方法非常好用 再来看看 另一盆 也是同样的方法 要移植一颗小的出去 移植后浇上水就可以了 移植后的枸杞在种植小屋里 生长的还是挺好的 经过了我一个半夜的细心养护 和掌握了那几个关键点 现在枸杞苗呢 长得非常健康 过冬后呢 我就把它们移植到外面去种了 等它们长大后 将会是像这颗果用枸杞那样 过满了鲜红饱满的枸杞果 如果你也要像我这样 把枸杞果成功地育成枸杞树苗 那一定要注意以下的这几个关键点 这几点钟呢 我觉得最最最关键的是早期的培土 只要你及时培土 防止触导 过了那一关后就容易多了 如果你还有哪些不清楚的呢 也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想要继续知道我育的这些枸杞树苗 热耗的生长如何呢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到时我会定期更新的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 也希望你能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